欢迎收看台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费斯 隔夜美股下跌导致亚洲股市起落不定 我国银行股遭受卖压拖累了马股的走势 马股币市时报1795.88点下滑了7.29点 有分析说银行股股价下滑 有可能是新加坡中央银行突然放宽货币政策 新币大跌而影响了区域的主要货币汇率 币市时马币对新币报2.6786令吉 根据交易统计显示 外资今天卖出了4897万令吉 散户也是卖票为主 卖出1052万令吉 本地投资机构则买进了5949万令吉 下来有企业Bly的单元 单思里正红标持股超过40%的论评资本 三喜临门宣布二送一红股 第四季经历也增加超过一倍派息55仙 为这位知名富豪在过年前送上红包 股票投资收益增加 论评资本截至2014年12月31号为止 第四季的经历翻倍增至1亿1706万令吉 营业额上扬1.53%至2亿9917万令吉 双微传业信托在零售业务的强劲表现的推动下 截至2014年12月31号为止 第二季的经历增加了1.98%至6326万8千令吉 第二季的营业额大约1亿1400万令吉 上升了3.33% 该公司建议派发美股2.27仙的股息 云生控股获得了意大利油气公司 在加纳的子公司 颁发91亿6千万令吉的 服饰生产除泄油船的租船合约 这项租船合约为期15年 云生控股必试时报2令吉90仙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晚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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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晚安